这样其实有三个 一个紧箍咒 一个金箍咒 一个禁箍咒 紧箍咒呢 孙悟空带的 金箍咒红孩儿带的 禁箍咒谁带的 黑熊精带的 有人说这个黑熊精 禁箍咒进他的啥呢 贪念呀 贪呀 他不是贪袈裟袈裟袈裟吗 对吧 他就是个贪念是有设置的 你看他的黑熊精 黑 黑属水 水是啥 肾 肾代表什么 代表欲望 所以要拿这个禁箍啊 把他这个欲望给禁骨主 那这个欲望是哪来的呢 他不是贫空来的 黑熊精一开始来 不是来偷袈裟的 他是来救火的 想不到吗 他寺院不是发大火了吗 他来救火呢 他看见这个袈裟 产生了贪念 所以这个圣水是哪里来的 是火大了 火气旺了 引发了圣水 那火哪里来的呢 是孙悟空的称 称念 斗气 跟人比 跟人炫 对吧 你有袈裟 我给你看个更好的 更牛的 这叫称 贪 称 吃的称 因为你跟人斗 跟人比 有了这个称念 所以才导致大火 看到没有 你如果不跟人斗 袈裟 哪会被火烧呢 那这个称是怎么来的呢 是这个老和尚 金池 他干嘛 吃 你看金池 吃 贪称吃的吃 他吃啥 他不是痴迷于袈裟吗 他觉得我是袈裟收集者 我收集了一辈子 夹杀 这么多 结果呢 看到玄奘这个 傻眼了 没见过 信念崩塌了 他如果不是痴迷于这玩意 他怎么会因为这个丧命呢 对他没有 因为吃 导致了 撑 撑 引发了 斗火 怒火 心火 这个火 导致 圣水来救火 圣水大了 又引发了贪念 有人说这个太复杂了 一点都不复杂 你比如说这么说 你跟人斗气 打一架 吵一架 你火气旺 撑火 那这怎么解决 有的人去唱歌去 有的人泡澡去 有的人抱饮抱石去 你是不是在用欲望 在用欲望来填压 什么 你的火气 就通俗两个就是解压嘛 所以在你满足欲望的时候 很可能会引发你的贪念 贪念的爆发 极有可能会造成恶果 最后呢 要用禁锢 来禁住这个欲望 听懂了吗 听懂了点赞